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王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呢要和大家拆合把玩的是 有黑冰糖企划出品 索菲亚F70 因为我手中拿到的是测评件的缘故 外包中峰会什么的还都是一个空白的状态 拆出去后模型的内容物总共是分成了上下三层的起诉 本款索菲亚的造型啊是由原画师高峰老师啊进行的设计 在身形方面呢 本款和其他厂牌的索菲亚兔女狼啊有所不同 是有着一个相当风盈的身材 这一点啊真是深得我心 剔头来见在面相方面 五官的细节啊个人感觉刻画的还是蛮精致的 那除开这个微笑的默认表情以外 还附带有一个眨眼的wink脸 一个不知所措的惊恐脸 以及一个张嘴的战斗脸 最后这个闭眼脸呢则是关店预定的特点 头发上是有着非常明显的高光和阴影的渐变涂装 但就是头发的发丝细节锐度啊是比较一般 厂家有表示啊这里呢已经在修整模具了 头上这个兔儿的发丝啊做工是相当精致 根部这里还有一处垂直方向的可动关节 除开这个肉感的身形以外 区块处的服装细节是运用了光油和金属漆进行的涂装点缀 肌肤呢则是喷油效光漆 是使得模型本体啊有着较为丰富的质感表现 去除腰后的两个圆形遮挡 就可以在身后安装两个红色的软胶飘带 将头部还有胸部进行拔除 替换胸部零件之后就可以还原出一个省着外套的造型 在外套上同样有着精致的涂装和精美的影印图案 材质方面呢是这种软胶零件 除开默认的手型以外 还额外有给到三对手型替换零件 武器方面有两把弹夹容量超多的手枪 还有两个看上去就威力十足的手炮 每把武器上都是有着相当工整且精致的分色涂装 模型当中附带的支架也同样如此 真就是很少有见过哪个厂商把支架做得是如此精致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款索贝亚的可动表现 头部和脖子这里是有给到双段关节 所以说低头抬头是有着一个较大的活动范围 胸腰处的前前后仰还有左右侧摆同样也是如此 大腿根部带有下拉关节 中段带有平转关节 四肢的平台还有前后的摆动都可以达到甚至超过90度 屈膝屈久均都超过90度 脚踝这里也是有着一个相当出色的接地可动 那以上就看完了本款模型的全部内容 1比12比例全高15.5厘米 本款兔女郎相交起他们家上一款的油纳 在美形度方面是有着非常大的提升 并且整体的服装细节做工都相当精致 如果说后续的大货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水准 三张不到的价格还是相当推荐入手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模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五王王 如果有下期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